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二个单元 读懂法兰西 我将带你在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艺术 同时,再通过这些艺术来理解法国 法国这个国家,在今天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 我们先别做什么理性分析,就来想想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吧 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我估计,你肯定不会先想到,政治、军事上去 应该也不太会想到什么特别有名的工业品牌 大多数的情况,你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它的艺术 哲学、奢侈品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法国的软实力 不过,法国的这些软实力,真的是太厉害了 首先,它给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套基础的精神理想 法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现在 已经是全世界都能认同的现代价值观 另外,法国还创造了一套充满诱惑的个人生活方式 让全世界都向往它浪漫、优雅、时尚的氛围 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理解法国的重要关键词 因此,在这个单元里,我特意选了六件作品 来为你彻底讲透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时尚 优雅、浪漫这两组法国关键词 这第一站,我们就去德农馆二层的七八号房间 去看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 那也是卢浮宫的大热门 幸好,自由引导人民要比 蒙娜丽莎,大得多,长超过了三米 宽也有2.5米 所以,即便站得远一点,你也能看得清 你对这幅画,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其实,他在高中的课本里 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出现过 他是法国著名画家德拉克罗瓦的代表作 不过很多人都误以为 画里描绘的是1789年的大革命 其实并不是,他画的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 搞不清是哪场革命,还真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从1789年开始 在那之后的近80年里 法国人民一直在不停的革命 连续推翻了五任皇帝 建立了三个共和国 法国人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复斗争 才得到了自由 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人类最基本的权利 这幅画,即便你别的细节忘记了 但画里最为突出的女主人公 你肯定会有印象 因为在一群穿着衣服的男人当中 就他半裸着身体,手里 还高举着红白蓝三色旗 而那面旗也正是现在的法国国旗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我跟你讲啊 这画里的女主 她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虚构出来的女神 怎么看出她是女神的呢? 其实有三个细节 首先,是她的裸露 因为在西方传统艺术中 只有女神才有裸着的权利 就好像断臂的维纳斯,她也是半裸着的 其次,就是衣服 画面上其他人的穿衣打扮 都符合当时历史的现实 唯独这位女主 穿了一件黄色的古希腊式长袍 这古装就透露了她的 身份 第三,就是女主头上的帽子 如果你小时候看过动画片《蓝精灵》 就会发现,蓝精灵跟女神戴的可是同款帽子 这顶帽子还有一个特殊 的名字叫弗里吉亚 Free Gym 帽 在古罗马时期 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就会在头上戴一顶弗里吉亚帽 所以在西方文化中 这顶帽子象征的就是自由 而女主的真实身份 也正是自由女神 所以更确切地说 这幅画应该叫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好 现在我们确认了女神的身份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德拉克罗瓦要把一个虚构的女神 画进现实的革命题材里呢? 首先,从主题上来讲 他是在借用古罗马神话来称赞革命 因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中 神参与到人类的战争中是很正常的 而德拉克罗瓦之所以把自由女神放进画里 暗含的意思就是 我们这场 革命是天经地义的 大家都是为了争取自由在奋斗 你看 就连自由女神都站在我们这边 另外 从艺术表现力的角度来讲 德拉克罗瓦所创造的这个形象 的确是让画面变得更有煽动力和感染力了 因为他画的女神 完全不是古 点的高冷形象 而是一个街头女战士 女神浑身都沾着泥土 光着脚丫子 右手高举三色旗 左手呢 拿着一把现代步枪 真的是烟火气十足 即便是一个不熟悉法国历史的人 看到这幅画时 也同样会被女神鼓舞和感染到 这幅自由引导人民的画面并不是很精细 人物线条都比较粗犷 画里的自由女神 粗犷到你甚至都能看得见她的夜毛 而且 德拉克罗瓦 还很喜欢用大面积的色块去渲染画面 来抒发自己的情绪 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画派的主要特征 而这幅画 也被认为是浪漫主义绘画的巅峰之作 前面我所讲的这些 都是以女神形象为代表的自由 但这幅画叫自由引导人民吗 那么现在 我们再来看看人民 德拉克罗瓦很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 她只用了几个典型的形象 就描绘出了当时七月革命的参与者的广泛性 画里 女神的右边是一个戴着贝雷帽的学生 她的双手挥舞着手枪 女神左边呢 手里也紧 握着一把步枪 据说这个形象 就是画家德拉克罗瓦本人 在身穿艳尾服的男人身后 还有一位手里拿着弯刀 穿着背带裤的工人 有没有发现 上面所讲到的这三个人 分别代表不同的人群 工人 学生和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 他们正是当时革命的主力军 这意味着 身份不同的人都已经全部联合起来了 他们准备为心目中的自由大干一场了 讲到这里 自由女神有了 人民也准备好了 那么德拉克罗瓦 她又是怎样去表现自由对人民的引导的呢 你首先当然会看到女神挥舞三色旗的动作 这显然是在表达指引 但其实 另外还有一些细节 一般人就很难注意到了 我现在就来给你 讲一下 首先 女神手上的三色旗并不是画里唯一的一面 你如果仔细看 背景里的巴黎圣母院 它上面也插着一面三色旗 还有 女神背后的 人群中 隐约也能看到一面 另外 你看整幅画使用的色彩 红白蓝三色的搭配到处都是 比方说一些人物的腰带 头巾就是红色的 而天空 还有地上躺着的那位军官的 外套 则是蓝色的 白色就不用说了 好多人的衣服 远处的雾气 都是白色的 可以这样说 象征着革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旗在这幅画里 无 楚不在 他们也在引导着人民 这幅画 德拉克罗瓦将革命的那种紧张 激烈 甚至是有点血腥的气氛 都展现出来了 让人看得非常带感 这幅画 之所以伟大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他画出了历史的复杂性 的确 革命是激动人心的 但革命也会流血啊 画面里 那位身穿艳尾服的男人 也就是画家的画身 他虽然举着枪 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很犹豫的 你是能感受到他内心冲突的 而这也恰恰 反映了画家他本人 对革命的态度 在这幅画里 德拉克罗瓦是画了很多阴暗的东西的 比方说 画面底部有几位死去的皇家士兵 他们的姿势都非常的扭曲 每个关节都好像脱臼了 一样 另外 画面的左边还有一具尸体 连裤子都被扒掉了 直接光着下身 德拉克罗瓦是故意这样画的 他想要突出的 就是七月革命 那暴力残忍的一面 因为他意识到 人民争取自由固然没错 但当自由成为口号 和暴力绑在一起 就会造成非常可怕的结果 画面里的这些尸体 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 不仅是人民争取自由很难 理解自由的过程 也同样是漫长而曲折的 我前面也讲到过 法国大革命它其实反反复复 折腾了近80年 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斗争和折腾中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才逐渐清晰起来 人们慢慢 意识到 这个自由 不是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谁拦了我的路 我就去把它干掉 而是在一定的约束规则下 才能够成立 这幅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 自由引导人民 也最终成为了法国的象征 它提醒着法国人和全世界的人 虽然路途艰难 虽然我们会犯错 但自 有女神永远在我们身边 首先 这一讲的关键词是 自由 而这也正是德拉克罗瓦这幅名画的主题 画家是赞扬自由的 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革命暴力的残忍 这一切 在画中都有所体现 自由引导人民 这幅画 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后 那漫长动荡年代的真实反应 而到了今天 它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自由的符号了 第二 自由引导人民 是浪漫主义绘画的巅峰之作 画里的人物不怎么讲究线条 比较粗犷 另外 再加上色彩的丰富使用 使整幅画都充满了 动人的情绪 而且 为了表现自由的精神 德拉克罗瓦还引用了古罗马神话 塑造了一个非常特别 充满了现代精神的自由女神 对就是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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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